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德显紧致杀青时间曝光 业内透露10月收官 导演欣赏肖战 近日就在大家关注肖战和靖东神奇友谊的时候 在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德显紧致领域》里也传来了一个热搜话题 原来是网上曝光了肖战德显紧致的杀青时间 业内透露会在10月圆满收官 值得一提的是 不管是导演还是出品方 都非常欣赏和认可肖战 看起来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 相信德显紧致还是一部精品 据悉 网上曝光了肖战新电影 德显紧致的杀青时间 不断有业内媒体发文透露 这部电影会在10月份圆满收官 这就意味着肖战下部作品 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 不愧是热门演员 好剧组都在等着肖战 看起来大概率还是无缝衔接近组拍戏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不管是实力还是态度 导演都非常欣赏 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为肖战和剧组送祝福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接下来的演艺道路还很长 可以预料到 拍完德显紧致后 新剧组就要浮出水面 毫不夸张 肖战就是当前娱乐圈里的热门人物 演技精湛、态度端正、温暖正能量等都是肖战的标签 总之祝福肖战 期待早日圆满收官 更期待可以早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目前肖战有《藏海传》、《射雕英雄传》和《德显锦致》三部新作品 都是影视剧领域里的大热门 希望早点见面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越来越好 芒果台发布2025年度大剧片单 肖战暴剧呼声最高 获票率第一 近日 网上非常多媒体都在报道 关于平台的2025年度大剧片单 芒果台官方甚至提前预告年度大剧片单 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暴剧《藏海传》成功上榜 还属于呼声最高的存在 这就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芒果台官方还发起了期待值投票 《肖战藏海传》货票率第一 这就是众望所归 据悉芒果台官方发布了2025平台年度大剧片单 青年演员肖战携手主演的暴剧《藏海传》成功上榜 不仅如此《肖战藏海传》还是呼声最高的暴剧 要知道在这次的招商会上出现了非常多观众们 期待值颇高的演员 包括杨阳、龚俊、白敬平、任嘉伦、赵路斯、钟翰良、刘雨宁等 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另一边芒果台官方发起了关于期待值领域里的投票 无庸置疑 《肖战藏海传》货票率第一 太受欢迎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评论区里刷屏了 纷纷安利《肖战藏海传》 只要在招商会上可以等来藏海传 必然会带来非常多物料和惊喜 说不定提前定当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娱乐圈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正能量偶像 值得期待 总之祝福肖战 也恭喜肖战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也期待肖战主演的作品早点见面 目前肖战另外一部作品 德显紧致的拍摄工作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相信很快就要杀青 很优秀 越来越好 肖战 晋东神奇友谊曝光 四年前以组团同台合作 还彼此探班 近日 肖战为晋东话剧舞台 送花篮的事情登上了热搜榜 网上也曝光了肖战 晋东的神奇友谊 毕竟两位大帅哥看起来并没有交集 实际上肖战和晋东早在四年前就已经组团同台合作 团队的名字是东风吹战鼓雷 别有一番滋味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和晋东还彼此探班 肖战在拍物料的时候还去晋东剧组探班 为工作人员送奶茶 非常温暖 据悉 网上曝光了肖战和晋东的神奇友谊 看起来并没有交集 日常工作并没有大范围合作 但是早在四年前的北京台春晚上 肖战和晋东就已经组团同台合作 名字就是东风吹战鼓雷 不仅如此 肖战和晋东还彼此探班 肖战曾在晋东剧组请客 二人私底下见面的时候还会热情打招呼 这就是肖战的人脉 保持真诚的人 自然会结识非常多好朋友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被两位大帅哥的神奇友谊所吸引 不知不觉中 肖战已经在娱乐圈里建立了非常多友谊 比如那英老师 成龙大哥 李宇春 舒奇 孙燕姿 张艺兴 林俊杰等 平日里合作不多 但私交甚好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优质偶像 没有套路和心机 这样的艺人 自然很受欢迎 总之祝福肖战 期待有朝一日两位大帅哥可以继续同台合作 最好是在春晚或者跨年的舞台上 相信可以等来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未来的肖战 一定可以顺顺利利 有意久久 再接再利 肖战微笑来袭 快来感受这份治愈魔法 近日 网络上掀起了一股被肖战的笑治愈了的热潮 肖战 这位当红小生 不仅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圈粉无数 更因他那温暖如阳光的笑容 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治愈系男神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肖战笑容背后的魔力吧 肖战 作为娱乐圈的新生代力量 自出道以来便备受瞩目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但更让人难以忘怀的 是他那标志性的笑容 每当镜头对准他 总能捕捉到那一抹如春风般的微笑 仿佛能瞬间融化人心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人们时常面临压力和烦恼 而肖战的笑 就像是一剂良药 能够瞬间治愈人们内心的创伤 他的笑容里透露出的真诚和善良 让人感受到世间的美好和温暖 肖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 我希望我的笑容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如今 他的愿望已然实现 无数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被肖战笑容治愈的经历 纷纷表示在疲惫或沮丧时 看到肖战的笑就能重新振作起来 除了笑容治愈 肖战还以其多才多艺的一面吸引着粉丝 他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在音乐 舞蹈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这样的全能艺人 难怪能收获如此多人的喜爱 当然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背后的努力和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 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回到肖战的笑容 我们不难发现 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治愈力 是因为他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的正能量来激励自己 而肖战的笑 正是这样一股力量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勇往直前 如今 被肖战的笑治愈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 他不仅仅是对肖战个人魅力的认可 更是对人们内心深处 渴望温暖和治愈的一种体现 希望肖战能够继续保持这份阳光和正能量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治愈的笑容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在未来的娱乐圈中 继续发光发热 用他的笑容和才华治愈更多人 同时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面对生活的 挑战时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治愈力量 无论是肖战的笑 还是其他美好的事物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追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